昨天馬芳玲進入樹林 叮鈴臨看著她走了之後 就對富鴻說話 她真是個可憐的女人 每件事都做錯了 最錯的就是她經常找錯男人 富鴻說就問 你呢? 我沒錯 我早就知道葉開那份人是怎樣 就算她不喜歡我都沒所謂 我喜歡她就行了 但是 你又為什麼 沒有跟她在一起? 沒有 因為我二哥趁我不注意的時候 點了我心腳的穴道 葉開 肯眼白白地看著 她們帶你走 她沒有發假 帶我走是我二哥 不過我知道 她遲早一定會去找我 她外表看來 好像什麼都沒所謂 其實她真的很多情 現在 你想不想去找她? 哼 這個世上有種人 你永遠都找不到 你唯有等她來找你 葉開就是這種人 喏 你雖然打傷我二哥 但我不怪你 那不是因為她逼著我回家 所以我會恨她 是因為你雖然斬了她一隻手 但是她已經看清楚 馬芳寧究竟有怎樣的女人 如果不是你這一刀 她說不是會被馬芳寧害一輩 各位 丁玲林說得真是沒錯 一個男人 和一個不是真心對她好的女人結合 的確是一件很痛苦很悲慘的事 丁玲林又說了 所以你現在可以走了 我不想她醒來之後再見到你 喂 你為什麼還不走? 因為 我在想一件事 什麼事? 我不知道 是解開你的穴道 讓你跟我走 還是抱著你走 你 你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 就是要帶你走 你 你瘋了嗎? 我 沒有瘋 我也知道 你不肯跟我走 丁玲林當然很害怕 她突然之間仰手 手腕上面的金鈴鐺就馬上飛了出去 鈴鈴 鈴鈴 直打腐紅雪迎香 天突 玄機三處大月 哇 他們站得很近 丁玲林的出手又很快 丁玲林的裸命金鈴鐺 是江湖中最可怕的八種暗器之一 因為她不單止出手快 認越準 而且 後發的往往先至 先發的突然之間會改變方向 令到別人根本不知道怎樣閃避好的 不過 富紅雪就沒有閃避 她刀光一閃 三枚金鈴鐺就突然之間變了六個 富紅雪收刀入肖的時候 已經捏住了丁玲林手腕的墨門 攔腰抱起丁玲林 丁玲林大叫 你這個死人兵仔 快點放開我 放開我 富紅雪就一於借了龍耳襯一耳 車上面還有一個車夫 路上面有很多行人 個個都很害怕地看著他們 富紅雪好像當他們透明那樣 他攔腰抱著丁玲林 就向著東邊那座山 步步赤八地走 那座山就不算高 不過半山就已經有雲霧了 丁玲林被富紅雪不斷抱著走 他很生氣 亦都很害怕 他不知道富紅雪帶他來這裏做什麼 他發現這個臉色蒼白的兵仔 的確是個很不正常的人 馬芳林說的那句 你是不是在無人的方先這樣強姦我呀 這樣的說話令到他更加害怕 上到山頂 更加過得冷了 富紅雪就放下他 然後說 你 怕呀 丁玲林就強硬頂說 我怕什麼 我為什麼要怕呢 你是葉開的朋友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那他的仇人 那他的仇人呢 他如果有仇人 當然也是你的仇人 你若知道有人殺了他 你會怎樣對那個人 沒有人會殺他 也沒有人殺得到他 假如有 又呢 那我就絕對不會放過那個人 甚至會不擇一切手段來對付他 不擇一切手段 當然啦 我雖然不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但是 如果真的有人殺了葉開 我說不是 會把他身上的肉 一口口咬下來 丁玲林說完這句說話 不知道為什麼 無情百事打了個冷陣 心裡頭 好像有一種不祥的御兆 富紅雪聽他這樣說 靈轉身 背著他 面對著一個泥堆 那這堆泥呢 草都未曾有 就是說是剛剛對成的 丁玲林見到這樣就問了 這堆泥是什麼來的 是個墳墓 是我親手對成的 墳墓裏面 撞了什麼人啊 是我最親近的人 那你很喜歡他呀 我對他的感情 比你對葉開的感情 更加深 哼 我希望他不是被人殺的啦 要不然 那個人身上那些肉 怕要被你一口口咬下來 他 是被人殺的 啊 哇 這裡好冷啊 你 不用等他擔心 他現在 已經 不怕冷了 我怕啊 我 將你都埋埋 你就 不會再怕冷了 啊 那不用麻煩你 我都未曾死 但是他 已經死了 你 還沒死 他 為什麼 要死 每個人都會死的啦 不過有些人死得早些 有些人死得遲些 你無謂傷心的 葉開 如果死了 你傷不傷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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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傷心 是因為 葉開 還沒死 葉開 不傷心 是因為 你 還沒死 但是 但是 他 就 死了 我 為何不問我 是誰殺了他 你不問我 是否因為 你已經知道 是誰殺他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你應該知道 因為 殺他的人 就是 葉開 不會 絕對不會的 我一直跟葉開在一起 我可以保證他沒有殺過人 昨晚 你 亦 跟他 在一起嗎 丁玲林 聽他這樣說 答不出 因為昨天早上 他就被丁玲甲帶走了 之後 他就沒見過葉開 富鴻雪 望著他說 你 知不知道 他昨晚 在哪裏 做了些什麼事 丁玲林 倒下的頭 沒有答 因為他不知道 富鴻雪 於是突然之間 拿出一把刀 一把很薄很利的短刀 一拋 就拋在他面前 他說 你 認不認得 這把刀 是誰的 丁玲林的頭 倒得更加低 他當然認出這把刀 沒有了 同時也好像被這把刀 刺到他心 過了很久 他才擔過頭 即是說 葉開就是我 我就是葉開 你如果認為是葉開殺了他的 那你就殺了我 你 情願 為他死 是 我情願 丁玲林 一點都沒有猶豫 想都不想就這樣就答了 可以為葉開死 對他來說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富鴻雪看著他 他還記得 翠龍林死前 跟他現在的樣子 是一模一樣的 翠龍也是願意為他死的 丁玲林見到他看著自己就說 你 你想怎樣 沒什麼 你帶我來這裡做什麼 丁玲林之驚 死他就不怕 他怕富鴻雪會下流地折磨他 侮辱他 富鴻雪停了很久 然後再說 你說過 他遲早 會來找你的 他當然會來找我 他絕對不是這麼無情的人 這塊地方 很安靜 他若果安安靜靜 死在這裡 上天 都算關照他了 你在這裡等他來啊 富鴻雪沒有一塊丁玲林 只剩下的頭 看著自己手上的刀 刷的刀 刀頭上面 染了不少鮮血 丁玲林就說 不過 他不知道我在這裡 他 會知道的 怎麼會知道呢 因為有很多人 都看見我夾著你來這裡 就算他來了又怎麼樣 你真的要殺他啊 你真的殺得下手嗎 你還記不記得他幫過你 救過你 如果不是他 你還哪有命到現在呢 他 救我 或者 就是故意證弄我啊 他時常都對我說你做事可怕 但是你的心是很善良的 你幾時變到現在這麼狠毒啊你 富鴻雪看著自己手上刀 沒有再說話了 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這時候 山頂就突然之間 湧起一層層的魂霧 山下就似乎迪力達賴在下雨 丁玲林的衣服呢 就被龍毛打濕了 都不停地在那裡震 他覺得好凍 又好餓 富鴻雪呢 他不停地坐 動都不動地坐到 啊 奇了 難道他不餓又不凍呢 丁玲林忍不住說 或者他不會來了 就算他來 都不知幾時才來 如果他三天之後才來 你難道就在那裡等三天啊 哼 他就算三年後才來 我就等他三年 你…你難道要我陪著你在那裡等三年啊 我… 我… 等得 你… 為何… 不等得 因為我是個人啊 所有人都沒有辦法在那裡等三年啊 連三天都不行啊 其實你根本就無謂在那裡等 你可以下山去找他的嘛 喂…你出聲啦 喂…你去哪兒了 可奇了 丁玲林說說一下 突然之間發現富鴻雪就不見了 丁玲林大聲喊說 富鴻雪 你去了哪兒啊 回來啊 沒有人應他 沒有人回來 丁玲林這魂還不怕 那富鴻雪雖然可怕 但是他不在那裡還得人害怕 他終於明白 孤獨和寂寞是件很可怕的事 現在富鴻雪才剛剛走 他就覺得很難受了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是這樣孤獨寂寂寞 怎麼過啊 假如葉開日真的死了 他不就真的要這樣孤獨過一生 丁玲林啊 心都淡了 他想走 但是腳還是麻木的 硬的 因為丁家的點穴手法 一向都很靈 他想說叫 又怕聽到山谷那種回音 就在這時候 哎呀 他突然發覺有一滴水珠 滴在他的手上 他看一看 發覺這一滴不是水珠 是血來的 煽紅的血滴在他蒼白的手背上 嚇嚇到他忍不住轉頭 誰知道是動的 臉突然撞到一隻手 有一隻冰冷的手 血就是從這隻手上滴下來的 是誰的血呢 是誰的手呢 丁玲林看不到 因為他馬上就暈了 到他醒了之後 就發覺自己在山洞裡 有一堆火閃閃閃閃 照著那些棕雨石和那些很粗鞋的山石 他沒有動 他躺在那裡沒有動 他張開雙眼的時候 就見到富鴻雪穿了皮的野兔 放在火上面烤 他燒烤的動作很複雜很快 快沒有什麼表情 丁玲林沒見過他有這種表情 所以覺得他不是想像中那麼怕 那隻野兔就漸漸在火上面烤到金黃色 好香 富鴻雪見到他醒了就說 幸好你身上有火種 如果不是 我們就要鑑生吃這隻兔了 啊?你在我身上找火種啊? 是 丁玲林一聽 哈! 臉都紅了 因為他還記得 火刀和火石呢 他是藏在貼身的衣袋那裡的 怎麼搞得了呢? 他大聲說 你...你怎麼可以亂地掃人家身上的東西啊? 我...掃東西... 就算好了 我本應... 摸光你的衣服 放你在火上面 燒來吃 丁玲林 嘿! 立刻出來拉一拉自己的衣服 好像怕死他真的會過來剝自己的衣服 富鴻雪就不再理他 把笑孝好的野兔撕開兩邊 隨手啊 就扔了大邊一點的那塊給他 丁玲林見到這樣的心很舒服 他都不算是個好小器的女仔 但是富鴻雪如果扔一塊小的給他 他一定會生氣 那女人就是女人 好了 沒有鹽燒出來的肉呢 就像生過十八個小孩的女人一樣 沒有人會有興趣的 不過肚子餓呢 就淡眉毛也要吃的了 那 餓啊 是人類最難抗拒的兩種慾望之一 丁玲林幾乎連骨頭也咬了 吃完啦 他還舔舔嘴著說 哼 這肚子 還瘦個猴子 沒有肉的 富鸿说他如果好欲 说不是做就被人捉了 还轮到我吗 哈 叶开说得没错 你有时看起来多得人害怕 其实都不是恶爷 叶开一直对你不错 他还很了解你的 谁知道提起叶开 富鸿说的臉又是变了 他说你自己脱不脱得到三副 哈 你想怎样 你脱不了的 我和你脱 为什么要脱衣 叶铃铃嚇到胆汁都几乎出埋 那按道理说 富鸿说就不是色狼来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叮铃铃脱衣呢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就且听下回分解 拜拜